大家好,我是银子 今天在这儿分享一道小菜 鸡蛋炒年糕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买了一包这个年糕 它的片都已经切好的 只来了一小部分 只是炒一份年糕在这儿 配了一些小菜 这些小芹菜、蘑菇、红萝卜、红葱、红葱头 红萝卜只来了一小一点 切成薄片 红葱头来一半就行了 因为这是配菜 配菜不用太多 所以切成薄片 两小片 大蒜也给它切成薄片 现在人们的生活提高了 做出来菜要色香味全 不仅要用嘴来吃饭 还要用眼睛来吃饭 眼睛看着舒服 吃着就更香了 中间分开一下 它容易进味道 所有的调料配料 我们都准备好了 来 两个鸡蛋 再来一点盐 根据自己口边加盐都想 然后我们再准备 一勺姜油 半勺芝麻油 半勺的蚝油 给它们均匀 拌好过后来点花椒粉和黑胡椒粉 这样这样子就准备好了 我们先来把年糕煮一下 我们先来把年糕煮一下 水基本上快开的时候 加了一勺油进去 加一勺油的目的就是煮年糕的时候 不要年糕 给它粘在一起 水开的时候 年糕煮两分钟到三分钟 你看看基本上软了 这个年糕就做好了 烫好年糕过后拿出来 就这样 用肉烧 给它把水分控干 我们先来炒鸡蛋 来少拌的油 微微加热 就这样 然后把鸡蛋加进去 像我这样 我喜欢吃鸡蛋的时候比较嫩一点 这样往中间推 稍微练锅的时候 就往中间推 这样炒脆的鸡蛋 非常的细嫩 如果你喜欢老一点的话 就按你的方法炒老一点也行 鸡蛋就这样炒好了 放在那儿一会儿我们用 锅里面来一勺油 把所有的配菜先炒好 先炒红萝卜 红萝卜经过油炒 吃着口感非常的香 很香 然后再把姜片 大蒜片 微微跟它炒一下 把它们香气炒出来 再把杏鲑菇跟它炒一下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 火切记不能太大 一定不要着急慢慢来 先炒成像这种样子 这样亮面微微的这种 有点发黄的时候就好了 再把红葱头和青菜的头 那块儿先炒一下 就小青菜的头这块儿 给它炒软 炒成这种软软的这样就行了 我把红萝卜先拿出来 因为红萝卜已经炒得非常的软烂了 再把年糕给它翻一下 翻炒一会儿 年糕过后把青菜的叶子 葱花红萝卜再加进去 再放上我们备好的酱汁 稍微跟它翻拌均匀 加入炒好的鸡蛋 这样我们这道鸡蛋炒年糕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大家相信吗 我也是第一次炒年糕 让我先尝尝啊 很好吃哦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 这一份年糕就炒好咯 如果你喜欢可以来试一试哦 真的很棒这个味道 色香味俱全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